我们听了很受感动 我想我把他这两片光碟放给大家看一看 看完之后我们再来依照《无量寿经》这段经文 我们再来学习 我相信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把它作为补充教材 所以社法界我们今天不将六道 社法界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到底走哪一条路 这个取决我们自己的认知 决心 没有做不到的 三窝道你能做到 三善道也能做到 那佛菩萨为什么做不到呢 三窝道是很容易做到 贪嗔痴吗 为什么 现在全世界都在讲贪嗔痴 都在想贪嗔痴 都在干贪嗔痴 这是走三窝道的路啊 如果回过头来 真正回归到 伦理 道德 因果教育 那是走人天道啊 有人天道的基础在上上提升呢 那就是圣贤道啊 佛菩萨的道啊 别人愿不愿意走 与我不相干呢 我们自己 明白了 觉悟了 这一生不能再错过 一定要把它抓到 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就 这就对了 所以 受法界 六道 支配的权 全在自己 不是佛菩萨 也不是上帝 也不是耶路 通通在自己的念头 在自己的认知 下面这一段 那两句 诱惑 尽善 正棒 不思目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